从加拿大传来消息 当地时间4月21日 加拿大高等法院法官霍尔姆斯 就孟晚舟的律师提出延期审理的请求 做出裁决 同意延期到8月初审理 法庭将于4月28日确定具体的排期 这意味着孟晚舟的回归又会延期 尽管令人失望 但是他的律师团队 做出这样的请求并得到法官的准许 是这个司法博弈的最新平衡 这个消息不能说是好消息 也不能说是坏消息 法官这样做至少表明 他不打算马上做出不利于孟晚舟的判决 因为从纯粹的施法的角度来说 法官要做出不利于孟晚舟的判决 将非常的艰难 到目前为止 真相已经基本浮出水面 其一 这是美国人策划的政治事件 其二 加拿大拘捕孟晚舟程序不合法 其三 孟晚舟没有美国指责的欺诈行为 双罪条款不成立 因此 加拿大法官很难做出引渡孟晚舟的裁决 但是 做出释放孟晚舟的裁决也很艰难 因为 这种案件的最终决定权在加拿大司法部 也就是加拿大政府特鲁多总理 虽然西方施法号称独立 但对于这种涉及到国与国之间 和自身国家战略利益的案件 政府影响力巨大 加拿大政府究竟是什么态度呢 从特鲁多加外长等官僚的言论 可以看出他们还不思悔改 他们以无耻的双标 将自己非法拘捕并未任何违反行为的中国公民 看成是履行国际引渡条约的法律义务 而把中国政府依法逮捕 在中国违法犯罪的加拿大人视为任意拘押 他们甚至厚颖无耻地鼓倒了一个 反对在国与国之间任意拘押 搞胁迫外交的声明 在这里可以看出在孟晚舟事件中 加拿大政府不肯认出与中国较劲的尽头还很主 其实这也是出于无奈 如果孟晚舟无条件示范 那就等于是加拿大现任政府拖面于至干 本来50多个国家都与美国签订有印度条约 但没有一个国家想跟特朗普拘捕孟晚舟的请求 加拿大为了讨好美国冒天下之大不韦 汉兰拘捕中国公民 显了个外的怪异和离奇 这本是加政府处心积虑的透明赚取处 事后却装纯洁装糊涂 好像政府事前不知道此事 后来逐渐真相大白 显示加拿大警方官员 完全与美国焊泻一气 实行了违规违法的对孟晚舟的拘捕 整个过程显得漏洞百出 难以自云其说 其实根本的原因就是加拿大政府掩盖了 昌于策划执行此事的事实 而让警官前言不搭后语的承担责任和大出洋相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加拿大法官会闹出举事罕见的笑话 删去拒绝孟晚舟方面申请提供新的证据的请求 英国法院也在帮加拿大和美国堵枪眼 拒绝了华为要求惠分提供相关文件的诉讼请求 好在香港毕竟是完全回归了 香港高等法院裁定惠分必须提供这些关键文件 很显然加拿大政府对弄清事实真相不感兴趣 他们事实上一再给司法过程制造压力 避免法官得出有利于孟晚舟的裁决 法官各个心领神会 一个个都采取了托制决 每一次兴师动众 只对一个很小的问题进行裁定 而始终不愿意做出最终的裁定 因为他们都在等加拿大政府做决定 加拿大政府呢也迟迟的做不出决定 是犯吧 美国人不高兴 因为美国和中国的关系目前还很紧张 孟晚舟还是美国人的一个政治筹码 不犯吧 中国政府施加的压力很大 加拿大在与中国协商解决 在压加拿大犯罪方面就毫无影响力 其后南下的加拿大政府还没有做出决定 但是他们还不甘心 最近在疫情树荣问题 涉疆问题 香港问题 台海问题 南海所谓的自由航行问题等方面 故与中国处处作对 他们梦想通过这样的施压 让中国做出烂布 这确实有一点异想天开 但特鲁多还想试一试 挺一挺 一方面帝国主义者喜欢白日做梦 另一方面也是国内政治的需要 目前已经有加拿大人认为 特鲁多在台上唯一的政绩 就是恶化了极弹能努力打造的中家友谊 如果无条件释放孟晚舟 竹篮打水一场空 反对声量可能会提高八度 孟晚舟的律师提出延期审理是聪明的 现在急切要求最终裁决并不明智 相反要求延后审理 让所有各方都松了一口气 第一 中家两国有了外交戳散的空间 随着加方继续拖延下去 中家关系继续恶化 加方承受的国内压力将会加大 加方妥协的可能很大 但需要时间 第二 美国目前与中国的关系 也不能够再坏下去 在各个层面寻求接触 沟通和缓和 印度孟晚舟是徒征烦恼 就我观察 拜登团队虽然会利用这件事情 但确实没有强烈的 印度孟晚舟的意愿 因此暂博裁定也符合美国人的心愿 第三 加拿大法官普遍还是有一点点 法律基本底线和超手的 如果做出引渡裁决 绝对是一个法官一辈子的迟路 做出示范的裁决 显然也超过了法官的真实授权 因此 法官最喜欢的就是拖下去 一直拖到得到政府明确指令 拖到中美 中家双方达成和解 所以他如释重负 立马同意延期 第四 由于汇丰银行已经同意 向华为提供涉及孟晚舟的所有文件 这些证据将彻底的证明 美国指控孟晚舟不成立 这对最终推翻美国的引渡要求至关重要 在这些证据没有提交加拿大法院 并得到采纳之前 充满要求裁决胜算的把握 还不是绝对的 读者朋友们综合以上分析 孟晚舟律师提出延期审理 是多方考量的结果 也是目前情势下的保全之策 更是避免事情出现恶化的远兵之计 不管怎么说 就算推迟到八月份审理 孟晚舟也一定会胜诉 一定会回到诸国 如果加拿大法院尽敢做出引渡孟晚舟的裁定 那么中加关系将会长期恶化 得不到改善 在中国犯罪的加拿大人 也只能够把牢底捉穿 这样的后果又是特鲁多所不敢面对的 孟晚舟事件爆发后 惠芬登上了舆论的风口烂尖 不管是出于家国感情 还是忌讳惠芬没有下线的臣服于美国 泄露信息 出卖客户 一些中国企业的外汇交易 纷纷唠过惠芬 惠芬的国内业务开始缩水 而国际上惠芬的仇闻都开始泛大 经常登上各国新闻版面 2020年9月的洗钱仇闻 内部流露的协助客户非法交易文件 都不断地冲击惠芬 本就所剩无几的心语 导致公司股价起起伏伏 2020年9月甚至爆出了 20多年未有过的大震荡 当日下跌5.33% 市值蒸发800亿美元 惠芬的财报显示 2020年公司第一季度 税前净利润32.2亿 同比降幅超过50% 上半年税前净利润43亿 同比下降65% 第三季度净利润33.4% 同比下降70.9% 全年收入504亿 税前总利润88亿 下降34% 无论是利润萎缩三分之一 还是股价仿佛震荡 市值一息蒸发5000亿人民币 对一家公司而言都是致命的 惠芬的财政已经走到了悬崖边上 虽然当下只表现出了震痛 但使着中美对抗加剧 美国印钞后一阵逐渐显现 等各种情况叠加 全球经济在未来数年 甚至更长的时间里 都会陷入起伏动荡 甚至严重衰退 惠芬的经营和生存 只会越来越艰难 为了应付国际经济形势恶化 和自身经营困境 惠芬在2020年2月提出了 两年内全球裁员3.5万人 削减千亿美元分险资产 进行大规模重组 三大改革方向 孟晚舟在异地他乡 冷受淋雨之苦 批于对付各方围剿 任正非在国内营造内外的挑战 为公司和科技发展赐下观众 这场以法律为名的政治之战 给一个家庭 给华为 甚至给中国都留下了 难以弥合的创伤和隐痛 人是有记忆的 国家是有记忆的 汇芬的贡献 不会被一万几句解释和分淫 短暂的相安武士 对未来什么都不意味 孟晚舟不会白白蒙冤 所有亏欠的人 总要在某天 以某种方式付出代价 请不吝点赞不會 tämä フル els